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將會介紹一個癡線路 一個將興趣變成工作 再由自製超人片 去到真的拍正宗的超人片 這個就是鵪野壽命 今次影片將會簡單介紹鵪野給大家認識 再主力講下這個癡線路在特殊界 到底做了些什麼 某程度上 鵪野走的路線都是我的目標方向 就是將興趣融入生活 又或者靠興趣賺錢過活 你覺得窄窄低能 鵪野就會大巴大巴的車下去 人家靠Eva 都已經不知賺了多少個零 暢光了一元都去浸死你 在鵪野老婆出品的《監督脫線日記》裡面 就已經講出了不少鵪野的窄窄生活態度 她甚至會口講漫話的異聲詞 例如驚訝的時候就會說 又或者去試身室試身 就會學超人變身 然後就說出 對呀 她老婆還說她是日本御宅四天王之一 話說馬高斯最近收到奏帥回戰的 月骨優泰的太刀姐 都不禁地拿來揮刀 說回鵪野壽明先吧 這位動畫大師兼導演 就出生於1960年 現時就是珠色會社Color的社長 她老婆就是漫畫家安夜夢陽子 之前我就出過一條片 去講安夜的工作狂人 片裡面就有提到 作品和新超人的關係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而鵪野的代表作當然就是新世紀福音戰士 巨大機械人Eva 大戰巨大神秘物體史圖 散發著陣陣的超人打怪獸味道 另外還有一部1990年出品的動畫 香港就叫做冒險少女 女主角拿丁鴨 就是一個來自M78星雲 古代阿達蘭蒂斯外星人的後代 他們的前人 就是坐著三艘大型移民太空船 分別是藍色、紅色和綠色的Noah 講到紅色和藍色的宇宙外來物 不禁就會想起初代超人的第一集 所以鵪野作為超人的死忠粉絲 將自己的興趣投射到自己作品之中 而Eva除了包含超人的元素 還有參考了風之谷的巨神兵 詳細就轉頭再說吧 至於超人和Eva的解說 可以看回這條片 因為主要是講鵪野和特攝的事 所以其他的電影和動畫 我就直接飛過了 以下就是Checkpoint時間 Mato Aro 1 發進命令 要數鵪野對特攝的愛 就要回到他的大學時代 他對特攝的愛已經突破天際 愛到要自己製作一套特攝片 還要自己變成超人 當時他又跟其他同好 成立了Diacon Film 一群人一起製作很多自製的電影 其後這個群組的演變成 後來的動畫公司Gainix 而其中一套自製電影就叫做 《歸來的超人》 Mato Aro 1 發進命令 雖然就叫做Uru多拉盲 但他當時並沒有問原谷拿授權 是一套真的非供應作品 不過後來原谷就見他Eva大和好評 於是就認可了 還將這套作品定位做供應 更加曾經授權推出影碟 不過現在已經絕了版了 還炒到很貴 其實當年沒有授權的時候 他也是照舊拿來賣 說真的 如果反過來現在的年代發生 相信事情就會是另一個方向的發展 By the way 這套自製電影就用了40萬日圓 順帶一提 新超人的預算是大約8億日圓 蚊腿和牛腿的情況下 依然都製作出一套挺有味道的特殊片 他為了節省成本 所以就很少用高樓的模型 於是就要用苦陷的角度去拍攝 又或者走去藥房 去買炸藥的原料 再加石油 去自製拍攝用的炸藥 乖乖寶寶就不要亂學了 故事又講述 有一天隕石醉落到城市 接到通知的Mac 就出擊他現場調查 隕石裡面原來有三隻怪獸 不過就合體成為一隻 真直怪獸 Baku Jewel 然後防衛隊 就打算用核武去消滅怪獸 最後主角變身成為超人 去阻止使用核武 然後再跟怪獸展開戰鬥 心想 防衛隊那麼輕易就用核彈去炸東京 不過核彈這個命題 在暗夜的多套作品裡面都有探討過 本身日本二戰時期裡面 港島和長期都受到原子彈爆炸 這個絕對是日本人無法忘記的陰影 大家再看看五十多年前的七星合 有一集就是因為宇宙人造型 與原爆受害者太相似而被禁波 接著哥斯拉 亦是與輻射有莫大的關係 而真哥斯拉裡面 都有講到輻射和核武 EVA的第二次衝擊 又是不禁令人想起原爆 接著新哥斯拉和新超人 都加入了不少日本政治 或者日本現代的問題 暗夜以前也有一套作品叫做 《愛國戰隊大日本》 不多不少都散發著他的愛國情懷 再看回 《馬多阿羅一號發進命令》 都是有用到核武 是看得出暗夜的風格和思想 都依舊保持著初衷 連同喜歡超人這件事 可以說是暗夜的原點 講回這套作品先吧 雖然叫做MAD 但隊員的服飾 就比較像七星合裡面的 變身器就是他自己的眼鏡 變身之後就是人的頭 再加超人的身 不過超人身 都只是穿了一件超人紋路的風褲 再加上一條牛仔褲 可以見到是很低成本 而怪獸 《Baku Jewelry》的名字 就是將昆蟲的Baku 和寶石的Jewelry加在一起 叫聲就是用了灼熱怪獸 Zabora的聲音去改成 而最棒的就是 主題曲用了一首廢案的歌 《Tatakae Uludorama》 這首歌是由超人Jack的男主角 團次郎 連同Misuzui和合唱團 去一同演唱 不過好可惜 首歌並沒有作為主題曲用 就成為了幻之主題曲 果然鵪野真是會選擇 巨神兵 大家聽到巨神兵 會想起些什麼呢? 應該就是宮崎進的風之谷 鵪野這個怪人 會專稱人做師傅的 就只有兩個人 第一位就是 超時空要塞的板野一郎 以及吉卜力的宮崎進 當時鵪野 就受到前田真雲的邀請 去參與製作風之谷 他的原畫 就獲得宮崎進的很高評價 於是就負責了 做巨神兵登場一幕的作畫 所謂的巨神兵 就是過去文明所製造的生物兵器 擁有著強大的破壞力 外形設計就像巨人的戰士 能夠從口裡噴射出高溫的激光 大批的巨神兵 就投放在一場被稱為 火之七日的戰爭裏面 這場戰爭還毀滅了世界的文明 而火之七日戰爭的一千年之後 就有一架 僅存的巨神兵 以及一顆用了啟動巨神兵的避石 跟著漫畫版 和動畫版的往後發展就很不同了 漫畫版就是巨神兵啟動之後 就有著BB這樣的智力 就當了持有避石的主角是媽媽 最後巨神兵的協助主角去消滅敵人 不過過程中 就嚴重受損而變當 而動畫版 就沒有描述過巨神兵是擁有思考或者智力 只是一個聽從命令的武器 不過故事入面 就在錯的時機 去啟動了巨神兵 結果巨神兵不夠完整 就隨之而腐爛 而宮崎進原意就是認為 科技這件事 本質上是代表著中立和純真 而人類開發的機械 就代表著忠誠和自我奉獻的精神 這方面就是漫畫原作入面 就比較體現得到 不過漫畫版的造型 就不可以用純真去形容 去到2009年 一次廣播節目的對談入面提到 吉卜力工作室的製作人 寧木敏夫就問鵪野壽名 EVA是不是受到巨神兵的影響 當時鵪野的回應就是 沒錯 接著去到2017年 鵪野就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 籌辦了一個展覽 就叫做館長鵪野壽名特攝博物館 從迷你模型看超和平成的技術 主題就是講日本過去 以至現在的特攝技術 其中一個主題就是巨神兵現身東京 展覽入面 還有播放10分鐘的巨神兵特攝片 當時宮崎進 就以風之閣的女主角不出場做條件 去同意將巨神兵授權給鵪野壽名 結果鵪野壽名就負責計劃 通口真治又負責執導 再由前田真雲 去造片裏面巨神兵的設計 而片中的龐白就是EVA配寧波麗的林元衛 故事方面 就是講巨神兵入侵現金的東京 再將城市的街道摧毀 變成火海的東京 也有點像新哥斯拉那時的火海 這就是特攝版的巨神兵 基本上體型的大小都跟足原作 你可以看到巨神兵和高樓大廈的區別 而特攝版也有說明出 火之七日 第一日毀滅地表生物和人類 第二日毀滅世間萬物 第三日毀滅太陽和月亮 第四日綠地沉沒變成水世界 第五日海洋剛確 第六日失去光明 歸於混沌 第七日災禍結束 世界變得安息 人類自命非凡 無論科技多進步都好 面對著巨神兵都是多麼渺小 短短十分鐘的影片入面 完全體現到末日的絕望感覺 特攝博物館 大家經常聽到 環境保育又或者文化保育 一些傳統的文化或技術 大家都不想失傳 而要好好保護著它 隨著時代科技不斷進步 CG都開始慢慢取代 成本高的特攝實景拍攝 於是暗夜 就連同一班人想去保育 名叫特攝的日本拍攝技術 事緣就一次犯罪入面 暗夜壽命 通口真治 美上黑狼 神谷城 和袁口智生 在聊天吹水 袁口就講開自己的興趣 就是收集以前特攝片的 拍攝小道具和模型 再將它們修復得英俊 希望有機會展覽形式的展出 暗夜聽到就覺得這個構思不錯 於是就開始了它的大計 好幸運 暗夜之前的展覽 特攝博物館 就很成功地在日本各地巡迴展覽 最後就在袁谷嬰野故鄉 福島縣的衰賀村市 建立了一個常規的特攝博物館 裡面就擺放著很多超和年代的拍攝道具 除了超人的變身模型或戰機 還有一些戰艦飛機等等的模型 以及過去拍特攝片的資料 田口監督在拍自己的特攝片時 都有去這個博物館借用大樓的模型 另外我看過一套相關的綜藝節目 雖然博物館的所在地比較遠 但特攝迷一定會看到心心眼 只是以前超和年代拍戰艦打仗的泳池 都已經看到探為觀止 衰賀村市這個地方 還在M78的姊妹城市 又是袁谷嬰野故鄉 這裡的機場裡面 超多超人的擺設 連市裡面都有不少超人像 還可以去市役所登記做M78的居民 接著就可以獲得一張 有紀念價值的居民證 還有啦 袁谷的後代經營住一間cafe 裡面還有不少袁谷嬰野的物品 如果大家日後有機會去衰賀村市的話 就記得順便去參觀特攝博物館 以及相對比較近的袁谷嬰義博物館 SHIN JAPAN HEROES UNIVERSE 最後就是鞭野近年的新搞作 SHIN JAPAN HEROES UNIVERSE 就是將鞭野有份參與製作的四套作品 連成一個叫做新的平衡宇宙系列 分別就是新福音戰士的四道劇場版 2007年的序 2009年的破 2012年的Q 還有2021年的中 接著就是2016年的新哥斯拉 以及現時在日本上映的新超人 最後就是2023年3月上映的新蒙面超人 這個可以說是鞭野喜好的集大成 雖然暫時每套作品都沒有明確的關聯 反而就在小細節裡面 會看得出有共通點 在這個新平衡宇宙裡面 巨大生物在EVA裡面就叫做史圖 而在哥斯拉裡面就叫做哥斯拉 新超人裡面就可以叫做禍威秀 暫時就不知道新蒙面超人裡面又會怎樣 始終還有一套未上映 就只能夠猜測 所以暫時就不說那麼多了 暫時這個新日本英雄宇宙 就搞出兩個活動 第一個就是攝谷裡面的POP UP STORE 然後就是大型體驗活動 就將會在7月開始 去到11月分別在橫濱、大阪、福岡到循迴舉行 活動場內就設有多款遊戲 例如VR的哥斯拉遊戲 玩家就化身成為智慧隊 坐上直升機打哥斯拉 接著也是VR的EVA遊戲 就是四人一隊去跟史圖戰鬥 最後還可以體驗初號機的步驟 這兩個VR遊戲就是舊的 上當年我去日本的VR Zone都有玩過 接著新的就有新765作戰 玩家就要化身成為GUEK的成員 全名就是世界不明事件監視團 遊戲中就會執行不同任務去解決危機 包括處理哥斯拉、史圖、禍威獸 及Shocker造成的事件 而第四款遊戲就是禍威獸第8號 擊退作戰 這個一看就知道新超人有關 玩家就會化身成為 應對禍威獸的新手分析官 用解謎的方式去面對突如其來的禍威獸第8號 現階段新蒙面超人又未上映 就不知鵬野有什麼盤算 到底這個新日本英雄宇宙 純粹是賣商品賺錢 還是真的有些大搞作 就真的要拭目以待了 最後就希望影片能夠幫大家 去簡單認識到鵬野壽名這個人 以及他與特攝相關的大小事 希望香港真的有機會上映新超人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按LIKE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